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,国立琴艺科大为提供全国大专院校,与高中学子一个音乐词曲创作与表演的原地,连续第十年举办青春音乐祭,今年以实际代此主题,吸引全国大专与高中四十多组团体和个人参赛。 今天下午举行决赛,年轻学子以自己创作的歌曲在舞台上进行嘶吼,让现场充满摇滚气氛,由国立琴艺科技大学人文创意学院与文化创意事业系共同主办,谢黄扁文化艺术基金会协办的青春音乐祭今年迈入第十届,今年以实际代此主题,其中十代表第十年举办,即代表这一路走来的轨迹, 但则是凸显现代人们谈论时代话题时,抱怨往往大于赞美。 今年共吸引来自全国四十多组大专与高中的团体和个人参赛,经过初赛共有七组团体和六组个人进行决赛。 今天下午在琴艺科大兴勇馆前草地举行决赛,不论团体还是个人,都演唱自己的创作的歌曲, 展现此曲创作的才华。琴艺科大文化创意事业系助理教授陈香香表示, 透过此校比赛,除了培育此曲创作等音乐人才,更让学生从举办活动中, 学习到管理、策展、录影、录音、MV制作,让课堂的理论能在实物运作中得到印证。 琴艺科大人文创意学院院长宋文佩则表示,双方已签署MOU的泰国佛统大学, 已表示明年将派几对学生参加青春音乐季比赛, 除了让两国学生可及此进行交流,并让此项赛事更有看头, 扩大成国际性的比赛。 扩大成国际性的比赛,扩大成国际性的比赛。